看看新闻网 据说曾经遭到赵爸爸的反对 原因就是担心两岸婚姻将会遇到各种现实的困境 不过从台北的婚礼仪式来看 这些传言就算曾经是真的 现在也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但赵爸爸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赵妈妈更是提前好几天 为高原院挑选了整套黄金饰品作为贺礼 台北的婚宴结束之后 这对新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 举办了一场答谢宴 没能赶去台北的朋友们 一一现身北京 不过从场面到流程 北京的答谢宴比台北更低调 男神娶了女神嫁了 高原院和赵又婷的婚礼热闹了整个周末 偶像剧般的画面 颁奖礼般的星光 童话式般的结局 台北北京两场婚礼连着伴 也让这场婚礼成为了连日来最大版面的头条 昨天刚在台北举办完婚礼的高原院和赵又婷 便现身北京机场 甜蜜说笑 实质紧扣 而两人即将赶赴的就是北京的婚宴现场 与台北的婚礼不同 北京的婚礼似乎没有专业的公关团队把关 因此媒体也只能等候在嘉宾入口处 等待观点明星嘉宾的到来 而先后到来的有蔡康永 演员凯莉 何炯 谢娜 张杰 叶璇 导演徐克等一众圈内好友 也纷纷送上了简单的祝福 本来是受邀到台北去参加 那刚好错过 没有想到今天又可以在北京参加 可以当面向圆圆跟赵又婷 献上我的祝福 祝他们百年好和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 早生贵子我比他们还着急 据了解由于高媛媛母亲身体的原因 台北的婚礼只有高媛媛的父亲参加 因此北京的这场婚宴就变得更加的私密 而从网上透露的照片来看 可以见得婚宴现场十分温馨甜蜜 在环境的布置上也依旧是花团紧簇 更是随处可见两人爱情的信物 小兔子十分浪漫 我真的觉得对于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婚姻 我在现场看到他们相处得这么快乐 我觉得为他们高兴 谢谢大家 现场两人有甜蜜拥吻 今天有拥吻 然后今天因为台上的主持人是大佐 然后大佐要求新人就是在每一个角度 都要拥吻给大家看 所以一共拥吻了大概五次 从北京婚宴上的照片来看 更加私密与轻松 时不时与亲友相谈甚欢的两人 也是一刻不分开 爱意满满 而台北站的婚礼则相对来说更加公开化 记者发布会上台拍照样样都有 新光度也是更加耀眼 刘嘉玲 赵薇 吴宗倩 贾经文等圈内好友 都到了台北婚礼现场 而据说全部机票也都是由新人承担 高元元赵又廷也是在台北婚礼后 首次以夫妻身份接受访问 高元元透露的婚礼词词 更是感动到现场所有人 身边的朋友说 你想要的那个人在世界是不存在的 他的出现会让我知道我想象力不够丰富 他所有的好其实是超出我想象的好 所以对于未来来说我也没有任何要求给他 因为他都是会做让我觉得很棒和很惊讶 超出我想象力的事情 那同时可能就是说 我们两个在两个城市 我就一路都会跟着他走 无论他拍戏还是怎么样 都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家 无论是北京的私人婚宴还是台北的婚礼 高元元和赵又廷两人 从婚宴布置到婚礼细节一点都不马虎 除了独家定制款的婚礼伴手礼以外 高元元北京及台北两场婚礼的行动 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北京的婚礼答谢宴上 一席由英国设计师Stella McCartney 亲自定制的礼服 让圆圆如同森林中的仙子一般婚婉年动 而这也是Stella McCartney 首次为中国女星设计结婚礼服 而台北婚礼的行头更是十分讲究 虽然两人的婚戒十分低调 也蕴藏着小心机 所以想到 因为这个婚戒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蛮特别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普通 但它有个玄机是藏在戒指里面 它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钻 藏在戒指的 只有我们两个自己才能看到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 很符合我们两个的心情 所以那因为首帘这个理材给了我们 对 选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 婚戒的市价在1.45万人民币左右 相对来说还算亲民 然而圆圆手上的同品牌绣球花手镯 则是高达51.3万 而两套Chloe的婚纱 即使有钱都不一定买到的独家定制款 预估价也都在40至80万之间 加上夏丝陈的红色中式礼服 以及一次婆婆为高圆圆所挑选的金饰 这行头虽然看似低调 实则是藏有心机的奢华 无论如何 男生和女生如此美丽的婚礼 终于在昨日圆满落下帷幕 两场婚宴四套礼服 特别是穿在演好身材好的高圆圆身上 又特别是新郎也那么帅 难怪网友们大呼啊 这是2014年最美的明星婚礼 您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穿在演好身材的